学者们普遍认同社会住宅的构想 但是也特别提醒政府不要忘了前车之鉴 的确目前的规划存在很多问号 像是只有2000户要如何分配 会不会有人一住进去就不愿意搬走 变成了丁子户呢 而从以前的经验来看 因为大型的社会住宅可能会导致周边的房价下跌 所以经常会碰到附近邻居的反弹 这里是台北市文山区安康平价住宅 高龄九十岁的王奶奶十多年来 自己一个人住在这 大约十四坪的空间里 有部分隔间是用木板隔开 墙上尤其也有剥落的痕迹 登具管线是用民管牵线 地板也已经老旧 厨房里还可以看到早期食材的流理台 不过这间民国六十四年完工的老房子 王奶奶每天都很用心打扫 还是相当干净 王奶奶每个月可以领取一万多元的政府补助 住在这里每个月只要付几百元的维护费 她说如果不住这 真不知道要怎么过日子 王奶奶说老房子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无障碍设施 住在三楼的她上下楼真的不太方便 包括王奶奶在内安康住宅 一共有一千零二十四户 以低收入户的资格住在这里 但每户不同的生活方式 就像一般住宅大厦一样 在生活管理上也有难处 甚至被其他地方民众另眼看待 像是有些附近居民就不太欢迎 跟平价住宅当邻居 偶尔会有间接听到一些附近的居民 比较反对这边的一些声音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站在社会工作者的立场 这里毕竟是一个弱势族群 他们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最后防线 这里是弱势族群遮风避雨的最后防线 但有部分住户经济改善了 却不愿搬离甚至代代相传 透过辅导有一大部分都会愿意自己搬 那就有少部分我们还是要用法院来强制执行 透过法院强制执行 最后还是要解决问题 让更有需要的人入住这里 国内目前社会住宅的数量还是太少 就算政府打算增建上千户社会住宅 以这里的经验来看 势必还是森多州少 怎么公平分配又是另一个问题 记者张志雄 许正俊台北报道